前段时间台湾知名的面包店胖达人被爆出使用多种人工香精 而他的代言艺人小S则因为涉嫌虚假宣传陷入了丑闻 没想到旧账未了也有添心账 昨天小S老公徐亚军和公公许庆祥被台北的地检署约谈 他们因为涉及内线交易而不当得利 极有可能遭到生涯 台北地检署昨天上午兵分多路搜索小S住所基因生计公司等地 同时约谈小S老公徐亚军公公许庆祥 以及胖达人董事长徐寻平夫妻等四人 不排除对四人进行强制处分 不过此次小S不在约谈名单之列 据台湾媒体披露台检调部门日前在调查胖达人爆发香精事件中 意外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炒股黑幕 小S老公徐亚军涉嫌与胖达人董事长徐寻平借天然酱母面包炒作基因国际生计达人股票 股价一路从58元飙升至212元新台币 股票获利上亿后内线交易出托持股 在征讯超过六小时后 几人又被移送了北检接受付训 询问有关放空股票不当得利的事情 包含小S老公徐亚军在内的五名被告 因涉及内线交易且犯罪获利于一元 如果属实 小S老公将面对最重七年以上的刑责 复讯完后是交保或遭申请羁押 且看五名被告是否诚实供出内幕 如全盘否认很可能就会进行生涯 此前台湾胖达人面包店标榜天然 因丈夫是其投资人之一 知名艺人小S曾多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为胖达人站台赚人气 胖达人面包被爆出使用人工相经后 小S被迫向公众道歉 在这里我要跟所有的大众致上我最深的潜意 感谢大家